哈喽大家好,今天这个妆容的分享呢是一个腮红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妆容,现在就是完妆的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底妆呢直接就略过了,我们直接来上眼影 首先先用这个Colourpop的眼影4号是Hunky Punky,用它来打底在眼皮上面 然后呢就是用Kiko的眼影高4号是03,把它叠加在刚才打底的地方 主要着重在眼尾的后半段,我在手上这边有做一个试色 这个眼影高它推开之后就是完全哑光的那种慕斯的感觉 必须要少量多次的来上,而且它很容易干 所以要少量多次这样才比较容易推开,把颜色推均匀 之后呢用一把扁盆头的刷子,沾取这个眼影高涂在下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 最后呢用Colourpop的这个眼影是色号是3,把它叠加在上面 这样看起来就是会比较亮,bling bling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就用到高光,高光用的是自生堂的PK107 刷在鼻梁额头下巴还有脸颊的位置 这个也是要少量多次的去占取,可以让苹果肌看得更加烹润一点 然后呢就是用我最新买的这块Camex腮红色号是PW38 把它打在靠近眼下的位置 有一种像喝过酒之后有点微炫的那种感觉 最后呢就是上这个YSL的方管这个唇釉,12号就是斩蓝色 然后把它涂在嘴上,其实这个唇釉呢刚涂上嘴之后先不要抿 但是我没控制住就直接抿了 好,现在就是自恋时间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这个妆容是一个非常简单 日常也可以画的 我们下次再见吧,拜拜